最好可以设计一个终点 按照长期以来的光影习惯 淘宝者又接近最后的出口 即将被追上的预感就更强 观众也就会更加的紧张 如果想要保持演员之间的距离 又要制造即将被追上的紧张感 可以用两台运动速度不同的摄影机跟拍演员 当淘宝者比摄影机跑得慢时 观众就会担心 他事否要被追上了 当淘宝者比摄影机跑得快时 观众就会明白 他要逃脱了 相对的速度差 就能制造极难不同的效果 制造惊恐 一直跟拜淘宝者较为乏味 观众也会无法得知 对淘宝者的空间关系 可以增加一些 能制造恐怖气氛的元素 可以是镜头里面出现了某样东西 但是演员没有看见 这也是喜剧客客常做的 相反的就是演员看起了某样东西 但是观众没有看见 随后演员就会马上奔跑起来 然后接一个快解锁的运镜 可以是快咬 也可以是快速的变焦 来告诉观众 有人在追这个角色 紧跟被追者 恐惧是人类面对未知的本能 是一种生理反应 拍摄追逐时不一定要拍两个人 镜头中只有逃亡者拼命地奔跑 身后的人一直不露面 这样的气氛反而会更加地下来 而且这样要拍的镜头会少很多 也更好的调度 必要支持让追逐者突然的路径就行 当然 前提是先要给观众 球色被追逐的信息 了解角色奔跑的目的是逃离 更拍这种镜头要使用广角 能使后景更开阔 并加强前景能物的动感 在这里分享给大家一个小技巧 拿长焦正向跟拍角色的时候 如果镜头的时长比较短 可以让他们原地踏步 在不影响观感的情况下 减少更加的难度 绝境小象 在车追逐时有一种很常见的套路 就是让演员往狭窄的地方里面跑 跑着跑着就无数个逃了 这时光中就会知道 他要被抓住了 先拍个演员奔跑的镜头 跑了一段时间后 把机位设在小巷子里 角度低一些 演员跑向摄影机后摇拍他 两拍就能看清角色的眼神 接着就可以给他设计障碍了 可以是拐脚冲出来一个人 或是自己在平地上摔倒了 这个镜头稍微修改一下 就能拍出相反的效果 演员进入巷子后 边跑边往后看 摇拍后 让他在后景里面逐渐消失 说明角色已经成功地逃脱了 看不见的追踪者 恐怖电影的镜头设计 最重要的就是试点 也就是观众能够得到什么信息 或是依附于哪个角色的视角 使用追逐者的主观视角 就能很容易让观众 理解两者之间的距离差距 并给观众一种 角色肯定无法逃离的预感 如果角色没有发现追逐者 那追逐者的第一视角 则会更加让观众 期待激情的爆发点 拍摄时要使用广角的镜头 虽然可能会显得 角色更加远一点 但是代表追逐者的相机 一旦向前移动 透视带来的变化 就会更加的强烈 突然袭击 一般来说 一个人被追上的过程都是 逃跑前的空间关系镜头 逃跑者的单览镜头 追逐者的单览镜头 用一个大镜别 就在追逐者接近了逃跑者 然后小景别拍摄两样的反应 这么拍肯定不会错 但也就没有了突然性 可以直接在第二步 逃跑者的单览镜头处 让追逐者移近 追上逃跑者 这就在观众的意料之外了 因为逃跑者的单览镜头 很多时候都是追逐者的第一视角 那我倒觉得还不如 后跟逃跑者一段距离后 让追逐者突然在他的身前 也就是画面的后景路径 这样会更在意料之外 神出鬼没 有时逃跑者如果隐藏起来 那追逐者就得寻找他 这种类似于捉迷藏的场景 想要吓到观众 击击者就要出现在 本不可能出现的地方 第一个镜头先拍A在楼上 看到了来寻找他的B 这种A在楼上 B在楼下的场景 调度的选择有很多 可以看一下这段是如何处理的 因为每个景的地形不同 我就偷个懒 不详细分析了 重点要说的就是 追逐者要出现在 被不可能出现的位置 可能不一定对 在我看来 单拍一个角色 没有特点的下半身 想表现的是速度 可以很快也可以很慢 在天使艾美丽中 女主追逐的过程中 没有肉脸 因为机会被设计得很低 想表现一个人的交集 一定要给她面部的特性 急促的步伐也可以做到 这特殊的镜头 估计是斯坦尼康倒挂拍摄的 小机器用稳定器应该也可以做到 有时看不到角色的脸 只看到慢慢走进了脚步 也能强化神秘感 几天没看哔哩哔哩 上期视频的播放量 比前期期都高了些 毕竟比起相对乏味的灯光 相信观众们还是对镜头的设计 更加喜闻乐见一点 在这期视频开始前 我再啰嗦几句强调一下 大视镜头这个栏目 适合电影爱好者 以及一些微电影短视频的 编剧导演观看 它能有效地提升出 学者的分镜意识 但对于稍微严肃点的创作来说 这本书的参考价值就很小了 前期的一切 都是优先要为剧情来服务 当然我相信严肃创作的人 也没时间看我的视频 在此提起这点就是想告诉大家 需要学习的不是详细的拍摄步骤 而是镜头是